27題 他說明威第一次恰可推動講座的力量是40公斤重 請問你推第二次的時候力量是多少 首先我們看到這句話叫做恰可推動 所謂的恰可推動的水平作用力 就會等於所謂的最大近摩擦力 而我們曉得最大近摩擦力的大小 會跟接觸面性質有關 活中並沒有在方面的計算 還有跟正向力有關 它會跟正向力成正比 我們回來看到我們的第一次推動的時候 就只有所謂的講座 所以只有講座的重量 題目上面告訴我講座的重量是90公斤重 所以當我的力量是90公斤重的時候 我的最大近摩擦力是40公斤重 然後我現在上面堆了30本的理化課本 剛才的前一小題我們已經知道了 30本理化課本有18000克重 有18公斤重 所以它就整個就多了18公斤重 要加起來 那我們剛剛說過的最大近摩擦力跟正向力成正比 所以呢18是90的五分之一 所以它也會多出五分之一的最大近摩擦力 所以就是多出一個8 所以原來有40的最大近摩擦力 現在呢多了18公斤重 現在呢多了18公斤重之後會再多8公斤重的最大近摩擦力 所以合起來呢現在的最大近摩擦力就應該是48公斤重 因此我最少要恰可推動就至少要等於我的最大近摩擦力 也就是我們的48公斤重 所以呢第二期的答案呢選擇的是B48公斤重